那是比不上君主时代 昏运那都是亡国之军 他要不是犯了很重的错误的时候 人民不愿意起来造反 人民只出来起来造反 推翻他的时候 那已经是加给人民的痛苦 人民已经很难忍受了 这才起来 所以才起义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 那么中国有没有危机呢 有很严重的危机 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转机 转机是什么 现在有不少的人 在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 这就是转机 中国要不能够再回归到能力道德 不回归到圣行的传统就有危机 所以不能够完全 跟着西方物质文明走 物质文明走到最后是毁灭的 我在昆仲南大学 我们这个和平研究中心里面有一位教授 美国人 这是个资深的明教授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 他坐在我对面 我们聊天我就弹起来了 我说美国的教育 是不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叫竞争 他说是啊 我说你知道吧 竞争在升级是什么 斗争啊 斗争在升级呢 战争啊 战争在升级呢 世界末日啊 我说你们这个教育思想啊 是死路一条啊 东方人的教育从小就叫忍让 彼此互相忍让啊 这是活平 活路啊 你们走死路啊 所以他现在走不通了 现在问题真正到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手上拿着毁灭世界的原子弹 你这都多可怕 所以我们中国 中国人一定要就要知道自己祖宗 这个五千年这个传统的 那是神圣的教育 所谓神圣教育 就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教育 神 你看看 用转字写的时候已经清楚了 转字 这个左面是个是 是上面呢 两横 两横呢 上面也很短 下面很长 那个在古时候这个字就上子 上下的上 就上天啊 下面三条 三条表示上天垂向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自然现象 哪一样不是自然现象 人生也是自然现象啊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个神 神你用转字写出来 这就等于三个关口啊 这一条线贯通啊 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呢 你通达宇宙自然现象的 这个人就叫做神 如果说说无神的你说 那就肯定 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 那人不就就变成愚人了 愚痴了 所以你要懂得这是个字什么意思啊 神这个意思就是通达宇宙自然的真相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诸法诗相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能够通达明了 这个人就成为神人 圣跟神是一个意思 圣是明了 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成为圣人 明了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明了 没有完全通达 成为贤人 圣人是完全通达明了 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这个字的意思 你要搞通啊 你要懂得它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简体字的时候 这个是很糟糕 这很多的意思都不懂 都看不出来了 所以中国文字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 智慧的符号 你仔细去观察 你会觉悟啊 早年我在台湾 有一个在家的同学 他年岁也很大了 那么在台中 我在台北奖金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找到一个女朋友想结婚 他问我的意思 我只写了一个字 用明信片寄给他 写了一个字 写个什么字呢 婚这个字 你看那个婚 结婚就婚了 我得写一个字给他 叫他自己想 以后他不结婚了 见到女人就婚了 我到以后见了面 他说我说怎么样了 没有结婚 哎呀 我说你只懂得我一半的意思 还有一半的意思你没懂 他说那一半什么意思 结了婚之后还不婚就叫婚 就是真正结婚 结了婚之后不能就婚了 所以你要这么经历去考验呢 在一切境界里头 你明了的时候 你就不会婚了 也就是说见了这个女人 不婚 然后才和她姐姐就婚了 不错不错不错 真正懂得一半 中国文字之妙 充满了智慧 所以这个不能改 一改的时候 这意思就没有了 这就看不到了 所以你想我们祖宗 替我们设想的是多么周到 还有这个文言文 我那个时候就是召集的 就是大家不学文言文 可不得了了 文言文是一种工具 我们祖先发明的 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的 就是说知道语言会随着这个地方 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 但是呢 这个文言是永远不变的 你只要能懂得文言的时候 你读孔子的书 就没有跟孔子同心一样 意思完全能沟通 能表达 这是真正的科学 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文言文不难学 我现在还收藏着 以前收藏的有十一二本 现在搬家搬太多了 搬没有了 现在还剩了三本 是什么 民国初年 小学学生勿方作文 我现在还有三册 现在呢 从前小学生 大概十岁左右的 写的文章 现在大学文学系的学生 也不懂 还要去查资料 你说这个过文程度 真叫一落千丈啊 从前都那么小 他为什么能写得出 那么好的文言文的文章呢 没有别的 读 所以中国说读诵是非常高明的 这种教学方法 传了几千年 我们今天吃外国人的亏 认为什么呢 小孩不能叫他死辈 你不知道 小孩 他这个头脑的时候 他的专长就记忆力 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把他一生当中 应该记忆这种东西 在这个层上全部完成 他一生不会忘记 你要是不给他记忆东西 小孩也会胡思乱想 这麻烦大了 你正规东西 要他念的时候 他不会胡思乱想啊 所以他的心理很纯正啊 这个是很好的教育理念 可惜现在没人懂 所以小朋友一定叫他做图 就是叫他背书 不要跟他讲解 到十三四岁的时候 他智慧慢慢开 所以中国从前没有中学 只有小学 只有太学 太学就是大学 大学里面讲解 讲解不要扩本了 老师也是被过的 学生也是被过的 所以讲解多半生 老师带着学生游山玩水 一路走一路讲 带着酒带着饭的时候 去旅游去玩呢 所以杜树落啊 你想你们现在杜树好苦啊 你们现在不是杜树落 是杜树苦啊 想他们杜树都是杜树落啊 改背这东西呢 全部都背过了 所以不需要带书本了 研究讨论了 开智慧 所以这个都是中国 你看祖宗几千年 传下来的这个教育方法 那方法太好了 所以从小他就懂得做人 那中国的这个理念当中 祖宗一定要晓得 人生结果到近三个阶段 少年培养富贵的根基 他的富质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所以管教很严呢 不像西方小朋友 吼吼吼吼吼天真烂漫呢 将来长大什么都不同 这个小的时候要严加管教的时候 他真的有德行学问 都在这个时候养成 青年的时候 为国家 为社会奉献 造福 为人民造福 晚年享福 外国人的时候 是少年享福 中年拼命 老年的坟墓 苦不堪言 你们想想 哪个制度好 晚年享福 是真正有佛报 佛报都在童年相关 你说他多可怜 所以我们在外国住的时候 外国人看到中国人 这个儿孙还来看看老人 他们很羡慕 他们的儿生离开之后 一辈子不会再见面 偶尔写个明星片的时候 哎呀欢喜得不得了 你看我这个小孩还记得我 我们听得很难过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不相同 东西方教育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看到 要亲眼去体会到 你才晓得 你才会有个比较 所以中国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这建国初期是个过渡时期 稳定之后 我深深相信 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 必定会复兴 这个复兴就像唐恩比所说的 会带给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幸福 我想下面的这个同学们已经已经变了很久了 有很多问题一定要向大使请教的 下面这个有向大使提问的请举手 好 那位女孩 穿红衣服的女孩 敬空大师 您好 刚才听了您的讲演 我很受取发 在这里我也想向您请教一下 就是说您今天讲演的题目是 多元文化下的宗教 从宗教的起源 它的诞生来看 似乎是一定的宗教是在一定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从这一点看 宗教和文化似乎是有着非常近的亲缘关系 那么从宗教的传播上来看 宗教也有着非常宽广的胸怀 它是不排斥任何一种文化的 那么现在就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就有的人把宗教和文化完全地混为一谈 把宗教当中极少数的一些 极端主义分子的一些 带来的一些恶果 归结到是宗教出了问题 甚至是无限地泛化到是文化的过失 我想问一下对这样一种观点 您是怎样看的 谢谢 这个是当前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不能从宗教外表看 从宗教外表看 你看不到宗教 从宗教形式上 你也看不到宗教 你也无法了解宗教 你真正要了解宗教 认识宗教 一定要从经典里面去看 那么现在所有出来的这些问题的 都是背叛了它的经典 背叛了它的宗教 那这就没法子了 你比如说 我听说在中国 有一些 这个 这个 这个伊斯兰教的时候 好像是 夺取 这个 一般人的财物 这个在他们经典的时候 绝对不虚口的 每个宗教都是教人好的 在佛教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佛教 这佛门弟子 最基本的 这个佛陀的教会 摄善业道 几个人做到了 十善业道第一个 深 不淫欲 不偷盗 不杀生 你几个人做到了 口 不忘语 不撵蛇 撵蛇是调拨是非 不齐语 齐语是花言巧语 欺骗别人 不悟口 言语没有粗鲁的话 不贪 不成 不吃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佛教导 教法中的最基本的 这个射条 这射条都做不到 其他都不必说了 所以我们要认识宗教 要了解宗教 方东梅先生告诉我 从经典里面去看 你才看到真正东西 你才看到这些 无论出家在家修佛的 他是真修佛 是假修佛 我就知道了 真修佛的 我们尊敬他 假修佛的 也不要去批评他 为什么呢 心底厚道一点 他为什么 他学的假的 不学真的呢 没人教他了 这是佛在 《无量寿经》上说 先人无知 这个这是 不设道德了 无有余者 属无怪也 你不要怪他 他没有人教他 我们也要有这个信量 他没有认真地学 那我如果我们 我遇不到方先生 我这夜深绝对不和 就碰佛教 那为什么 他看的形象 不像嘛 不知道这里 就是真东西 他这一介绍之后 我们再一看进去 这才了解 这里面真的有宝藏 无尽的宝藏 这唐恩比说的不错 确确实实能解决 二十一世纪 社会一切疑难杂症 所以我们现在 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把这个东西 能够把这个东西 介绍给这个大学 介绍给联合国 这是很好的一个机缘 让他们在这个里面去 找解决问题的智慧 解决问题的方法 每个宗教都好 所以一定要去读台经典 好 再听 这位同学 这位男同学 金峰大师您好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是小河里面有一条船 然后风吹 船动 然后有人说 这是船在动 也有人说 这是风在动 然后也有人说 其实风没有动 船没有动 是你的心在动 我想问金峰大师 您认为 到底是什么在动 这个故事 跟这个六祖 慧能大师 初次建印宗法师 讲这个《涅槃经》的时候 这个讲堂外面的帆 这个风吹着在动 那一边就是针之 是翻在动 那一边就是风在动 不是翻动 就起了摩擦 起了针之 彼此互不相让 这个能大师在旁边 听到之后 就跟他们讲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人的心动 这个问题立刻就摆平了 你的心不动 翻也不动 风也不动 你的心动 所以才翻会动 风会动 这个道理很深很深 我们刚才是提了一题 但是没有办法升降 升降是占很大的时间 那就是近随心转 这是很深很高深的一个问题 你慢慢可以去研究 确确实实 我们的心动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才有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到不动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这个山火大地都没有了 勇家大师讲得很好 梦里明明有六趣 就是六道轮回 那是什么呢 梦是什么 梦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比喻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人的时候 你心动 心怎么动呢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止住 所以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 如果你的妄想分别 执着通通都没有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你所见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不是这个世界 这就像我们讲的是 不同围次空间 你突破这个空间 你进入另外一个围次空间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 连动物都有知觉 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 全都是活的 所以我到日本 在日本讲经 我就去看这个江本博士 我就参观他的实验室 他给我做出一个详细的报告 他这几年的成绩 用幻灯片来讲解给我听 我就告诉他 我是根据佛经的这个理论 矿物 任何矿物都有知觉 你做进一步的实验 你实验土壤 实验杀石 他都会有反应 你善意对待他 他的洁净很美 你这个卧意对待他 他的变化的像就很好看 所以你就能证明整个宇宙是好的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影响整个宇宙 这个佛家讲的感应 那是学佛的人起一个念头 一些祝佛都知道 为什么知道 自自然 本能就是如此 所以这个速度 不能够用我们的观念来说 因为说它突破了时间就没有速度了 所以一念就变化界了 就没有速度了 现在在天文学上讲多少多少光年 那是小屋间大屋啊 那不能说的 在一刹那之间的时候就变满整个宇宙 那在一念之间的时候呢 你就整个宇宙你统统见到 所以心要近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将你心要平静 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从动当中产生 所以我要跟有人问我了 你在这个大学教授团里面 在联合过来这里头 那我听他们的东西 我能够解答 能帮助他们解答问题 这种智慧从哪里来的 我说的很简单 我说他们心都是动的 我的心是近的 以近之动 就从这来的 近身晦眼 动身烦恼啊 动里面都是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怎么能解决问题 问题是从妄想执着生的 是这个妄想执着就不能解决问题 你要用清净心 清净心生智慧 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 这么多人 这要有问题的 看谁的时候举得最高 后面的同学对不起了 后面同学我们这边抓你有点困难 我只能点前面的同学 点那一位 看下去很有学问的 晋光大师 我听了您讲的佛学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而且很受启发 但是我也有几个疑问 想跟您做个交流 首先第一个 您说到就是 拯救这个世界 或者管理这个世界 要靠宗教 不是靠法律 那么 我想请问 假如说 现在有一个杀人犯 他想杀你 你是用宗教来对付他 还是用法律来对付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 您在这个 讲演中讲到 目前 现在 现代社会 或者现代世界 其主导的文明 是会把人类 推向灭亡 但是我在佛教的教义里面 也看到了这种灭亡 假如 佛教里面有一个教义 就是 不尽女色 不尽女色 假如说 大家都像大师一样 不尽女色的话 那么人类 是不是就繁衍不下去了 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灭亡 好 我去两个问题 坐 这是两个 截难佛教徒的 最常见的问题 截难了上千年了 啊 第一个问题是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一个杀人犯 是用宗教去感化他 还是用法律去制裁 应当用 用这个 这个感化 用感化 你看这个 我相信很多人 看过金刚经 金刚经里头 有一个例子 就是 人如先人 被戈裂王 给接身体 这个故事 出在 大涅槃经里面 大涅槃经 把这个前因后果 讲得很详细 金刚经上 只是引用了一下 引用一下 一定要用感化 不能用暴力对付 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知道 前因后果 而且 真正明白 这四十真相的人 晓得 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死的 这个一定要懂得 身体不是我 如果身体是我 那身死了 我也就灭了 我不死 我不生不灭 我不来不去 身体是什么呢 是我所有的 就像我的衣服一样 是我所有的 衣服有身面 我身没有身面 身有身面 我 那我们一般 现在外国人讲 灵性 灵性没有身面 所以人呢 一定要懂得 真正有智慧的人 懂得 要把灵性往上提升 不应该 因为这个肉身 使你的灵性 瞎一样 那就错误了 要想让这个 这个人家来还杀我 他为什么不杀他呢 他为什么杀我呢 这就讲到的时候 过去身中的怨恨 这个老子强讲的 何大怨必为愉悦呢 过去身中 我跟他有过节 还有愉悦 所以这一生遇到了 鸡毛三皮小事情 不值得一提的 他会演变成很大的冲突 他有道理啊 那个根是重在前世啊 这一生当中是个缘啊 你真正了解了 我重量被他杀了 我也很欢喜 为什么呢 这一笔账就结了 下一次再碰到这 好朋友了 这鸟了就结账了 你一不懂得这个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要从法律的诉讼 或者是你要去报复 哎呀 那个可怜啊 生生世世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啊 这不能解决问题啊 这是制造麻烦的 为生生世世制造麻烦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呢 一般人相信科学 不相信神圣的神学 不相信神的耳神的话 他相信科学 所以到他自己 他死了之后 他还有灵性或者 那个时候他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古报肯定会现起 这些事情 所以我最近 我们在外国嘛 在外国的时候 一定要学英语啊 不英语不学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在外国生存啊 所以我们学院也开了 这个英语过程 我的教材呢 我是选美国那个预言家盖西 他的报告 我用他那个呢 做我的学习英语的课本 这个报告内容就是肯定 这是美国人自己写的 肯定人有轮回 肯定人有过去 而且他说的话说得很好 每一个人一生当中 绝对没有突然发生的事情 绝对没有前因的事情 他说不可能 任何一种事情的时候 都跟前世跟后世相连的 我只重视他这个理念 所以取他的这个报告 作为这个英语教材 一方面学语文呢 一方面的时候 懂得西方人对于英国轮回的看法 那么盖西在这个美国影响力很大 他现在有很大的图书馆 全世界有不少人去研究他的东西 这是 那这个人呢 在我们佛教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灵鬼附身 他不是他的本能 所以他在睡眠当中附身的时候 他就起作用 他醒来之后 那个灵离开之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自己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好像只是一个小学初中的 小学成都的样子 所以这是灵媒附身 灵媒附身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 在中国我也遇到不少 所以他这是 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 那灵媒附身 我们听他的话 就要注意 不要被鬼骗了 人会骗人 鬼也会骗人 所以你一定听他的 他讲的和情和理 这个可以做参考 他讲的如果说违背情理 那就是他欺骗人 所以不可以上鬼神的当 我们跟鬼神往来跟人往来是同样态度 我们尊重他 但是我们也很谨慎 不能被鬼骗了 这第一个问题 那么你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说 你可以大胆放心 为什么呢 这世界上人不可能都去出家 绝对不可能 谁也走不到 所以重视这个情欲的人 这些人能够把这个无欲 就是我们讲的财色名识税 看得很淡的人 他的智慧高 他的心底亲近 他的灵性高 那么这种人呢 可以做老师 可以做教师 来教化众生 至于放不下的呢 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凡夫 凡夫跟圣人差别 就在此地 除这个之外 没有一丝毫差别 这个是我们学佛 修道不能够不了解 那么这是在大臣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放下执着 执着在佛经里头 叫见思烦恼 能够把这个放下了 六道就没有了 能够放下分别 分别心没有了 你的心更清净了 施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六道施法界 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 你有这个东西就有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境界就没有 所以金刚金讲 凡所有相皆是续望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映作如是观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 要很冷静地去观察 你比如说世间人 求财 求智慧 求健康长寿 学佛的人求 基督教他也求 我在美国 我们道场附近的邻居 他看到我们 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这是佛教 什么是佛教呢 佛是智慧 是求 佛教就是智慧的教育 觉悟的教训 他明白了 他说这个好 他说那你们求什么呢 我说我们求财富 发财啊 我们求聪明智慧 求健康长寿 他说这个我们都要啊 我说好啊 你们礼拜天上教堂 礼拜六到我这来 不冲突 为什么呢 你上教堂啊 上帝是你的父 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 你们到我这来 佛我们是私生关系 就像你们念书一样嘛 你们在学校有老师 在家里有父母 家庭跟学校不冲突 一点冲突都没有 你们到我这来 星期六到我这来 我这里教你怎么发财 教你智慧 教你健康长寿 他们都很欢喜 确实没有冲突 所以现在很多宗教 为什么它互相抵触你 拉信徒 这是绝大错 这是对人很不尊重 所以我们不但不拉信徒 我们鼓励你 好好信这个教 好好学这个教 不但你学 我也学 我也学 你们都有好东西吗 我当然要学 我不学 我不学就没有智慧了 你为什么学佛呢 佛里都有好东西 每一个教授都有好东西 我都要学 我说我是佛的学生 也是上帝的学生 也是真主的学生 我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都很认真很努力地向他学习 所以我说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融会贯通 你学你这一家不知道别家 你当然有智慧 智慧不通 不通就产生障碍 障碍里面就产生矛盾 那就麻烦了 你这个生活就不快乐了 你就痛苦了 你通通的通了 你就快乐了 你就没痛苦 真真是利苦得乐 所以我教他们 那教他们 真有效啊 不是没有效啊 所以佛家讲是因与因果 我们讲财富 讲这个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是讲的果报啊 果必有因 你不中因 你哪来的果呢 因是什么呢 因是佛家讲的不实 财不实的财富 法不实的聪明智慧 无微不实的健康长寿 无微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离开恐怖 这叫无微不实 所以佛门里面采取素食 素食就是无微不实 不食众生肉 不伤害一切众生 这是对于一些动物的无微不实 是健康长寿 我26岁接触佛法 张家大师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 佛师门中有求彼得 我相信 我相信老师不欺骗我 依照老师的教诲去做 我这三种果报都得到 我在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给我算命看 像活不到45岁 我现在78岁了 所以不求我 我没有求啊 但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 应该要全心全力帮助人 所以三种果报都先前 我在澳洲 图文巴这个小城山城 在那里建个道场 没有人敢在那里建道场 为什么呢 那条没有佛教徒 清一色的基督教徒 是最保守的基督教的一个地区 我跑到那里去了 所以一年他们这个多元文化剧 剧长 那个昆斯兰州 就问我好几次 他说法师 你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 很多人考虑着 你在那里怎么活啊 我们现在差不多家里吃饭的人 有七八十人 那么一天啊 你怎么活下去 我说我很简单 我就在银行里头开个户头 我把这个户头在我的网络 公布一下 全世界就有人把钱 寄到我这个户头来 我说我也不知道谁寄来的 也不知道寄来多少 多少只有银行的 金办的人他知道 可是越来越都用不完 所以我还可以做很多慈善救济事业 而且他们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呢 我一生不失 所以我需要用的时候 自然的钱就来了 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说多快乐啊 我又不问人家要一分钱 从来不画云 从来不开口 是这种人家捐一分钱 自然就来 真的是要多少 要多少 你说多快乐 老师给我讲的 佛经上讲的真的兑现了 智慧 真的 一年比一年提神 我讲今年四十六年 这最近二十年讲的东西 都留着有罗香带 罗云带 你拿我的东西来比较 你就听 你就晓得 我讲这东西的时候 一年比一年清楚 一年比一年透彻 一年比一年实用 这是智慧增长 健康长寿 这个身体就度很多人 我现在跟这些 许多做和平工作的人 跟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年龄都比我小很多 这些大学教授 他是四五十岁 我这七十八岁了 站在面前 他比我老 他比我老啊 他不如我啊 江本山波斯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这十年了 他今天才六十多岁 他一见到我之后 头一看 法师 你是怎么样保养身体的呀 我告诉他 我所保养身体 就是你研究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呢 爱心 清净性 我说你虽然研究 知道爱 知道爱心 知道感恩 你没有做到啊 你不能落实啊 所以你身体不如我 我做到了 我落实了 所以你的东西 我一看就明了啊 他就不如我 他要跟我学 我的生活 很平淡 平常就是喝水啊 人家送过我的东西 实在是多都不得了 我都马上就送人了 为什么 我通通不吃补的 那个补品呢 都是毒药 都有副作用啊 为什么呢 它不顺乎自然嘛 我们自然的 你看每天千菜豆腐 这个喝水 这个吃的少 少 确定健康 没有零食 生活有规律 那你就去健康场所嘛 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的精神比人好 体力比人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真的做到了 心底清新 爱心 变满宇宙 善意 至少是对整个地球 没有任何分别 到哪里 多一家人 所以我到印尼 印尼人告诉我 他说法师难得 法师比印尼人还爱印尼 我说这个话讲得没错 入境随俗 入境要跟当地融成一片 不能有丝毫分别 要爱护那个地方 爱护地方人 爱护地方这屋 爱护地方上传统文化 那我们的学院 是买的一个基督教教堂 我们只是外面招牌 把那个基督教堂 换成这个禁宗学院 换一个招牌 里面呢 那个十字架 换了一张阿弥陀佛像 其他的完全没有改动 所以他们当地人很欢喜 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 没有丝毫改变它 那每一年的圣诞节 我们还照基督教一样的形式来做 所以他们很压抑 你们佛教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庆祝你们的节日 尊重别人的文化 爱护别人的文化 我们爱他 他就爱我们 我们尊敬他 他就尊敬我们 所以我们到那里 不到一年 我们就跟政府人民融成一片 受到大家的欢迎 没有别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决定没有分别 尤其佛教给我们的 整个宇宙 我们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想下面请大师 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今天的演讲 这一句话就是仁慈博爱 希望我们永远记着这句话 仁慈博爱 是我今天团结全世界宗教中心理念 任何宗教都将仁慈博爱 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理念 目标都是叫一切众生历苦得乐 所以它中心理念相同 最后目标相同 宗教可以合作 非常感谢静孔大师 今天的精彩的演讲 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们 谢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 大红莹世纪大讲堂再见 下周同一时间